大家好,我是東橋的鮑勃 塔北洛庫是鮑勃用來搜尋美食的小幫手 對,這不是業配喔 我也希望是業配啦 但東橋應該還不夠格 好啦,我有點離題了 塔北洛庫的擺明店是依照用戶的評分所票選出來的前100名餐廳 總共有日式洋食 甜點 大阪燒 燒肉 餃子 拉麵 豬排飯 披薩 漢堡 燒鳥 咖哩 鰻魚飯 烏龍麵 蕎麥麵 麵包 總共15個分類 相信東橋的鐵粉聽到現在應該就知道了 沒錯,包括就要在這15個分類中 各挑一家位於東界餐廳出來介紹 是一個用寫和排隊時間還有錢拍攝出來的主題 等等16家好了 日式甜點跟新式甜點會各挑一家 那擺明店基本上每年都會平選一次 所以很有可能現在是擺明店 明年就調出榜單囉 再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從燒肉開始吧 燒肉在世 這家燒肉店我只能說CP值非常高 預算大概落在5000支幣左右 如果你用晚餐4000到4900塊日幣去找全日本的燒肉店排名 那就是第一名 所以知道這家店多威了吧 當然便宜並不是這家店的唯一特色 在世所使用的牛肉是可以跟神戶牛跟松阪牛齊名的飛駝牛 而且是起伏先飛駝牛的名店山武商店的牛 飛駝牛的特色就是肉質細膩柔軟 入口即化的口感真非常棒 另外一提是這家店的牛肉是店員幫你烤的 所以可以確保牛肉烤得剛剛好 像鮑勃這種大老粗 就是有把名貴和牛烤成美國牛口感的驚人能力 有人幫你烤肉就是幸福 炸豬排百名店鮑勃出過10家 這一家鮑勃最喜歡 已經去過快10次了 這家店的豬肉使用鹿兒島的600黑豚 在鹿兒島的黑豚當中算是非常高級 肉質非常柔軟 而且有甘甜的味道 另外聽說這種肉還有比較高的維他命B1 所以適當的使用還可以消除疲勞 鮑勃點2500塊日幣的厚切里肌肉定食的每塊豬肉厚度高達4公分 是最可以品嘗到美味豬肉的味道的一個菜單 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拉麵店鮑龍 不但是拉麵百名店 也得了米其林一星 整家店的座位算大 而且十分的乾淨 讓有種舒服的感覺 鮑勃點的人氣淡淡麵的湯底是用雞肉 牛骨 牡蠣 野菜等等的三種食材熬出來的 然後加上特製的芝麻醬 雖然湯底看起來紅紅的 但實際上完全不會辣 除了芝麻醬以外 還吃得出一點肉味噌的甜味 另外自家製的細麵是用三種小麥所製成的 好入口而且有嚼勁 另外鮑勃點的炙燒叉燒也十分的好吃 推薦大家加點 石井燒基吉 雖然東京不是廣島燒跟大阪燒的大本營 但也是有好吃的百名店 這家來自於大阪的基吉 在東京再現了大阪的美味 包伯點了1400日幣的MIX燒 有花枝 章魚 豬肉 蒟蒻等等的食材 加上水跟小麥粉混搭出來的底 總結再加一層蔬菜 上面淋成濃濃的醬汁 依照自己喜好加適量的美乃滋以及海苔粉 不要覺得這種大閘會怎麼樣做都好吃 店內廚師們利用剛剛好的素材 搭配剛剛好的火候 用剛剛好時間做出來的石井燒 吃起來的味道就是好 1927年就開業的鰻魚飯到茅屋 在昔日牧裡一帶消耗冷氣 包伯點的蠻凍1830日幣 相較一般要三四千日幣的鰻魚飯價格稍微清明一點 但鰻魚的份量也比較少一點 烤得恰到好處的鰻魚淋上甜甜鹹鹹的醬汁 搭配熱騰騰的白飯吃起來真的很搭 撒上一點山椒粉 用辣味將鰻魚的味道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 除了鰻魚飯以外 這家店提供各種不同的小菜跟酒類 把這邊當成一具酒物也很不賴 漢堡店7025 Franklin Avenue 這家漢堡百名店給我的定義相就是店內的裝潢 少了美式餐廳的那種熱鬧感 多了一種高級餐廳的氣氛 包伯點的培根起司堡給了兩片超大的培根 漢堡排吃起來非常的juicy 另外這家店在生菜上面給的也不馬虎 清爽的蔬菜剛好底下掉培根跟漢堡肉的油膩感 讓整個漢堡吃起來完全不會膩 另外非常濃郁的蛤蜊農場也非常值得點點看 滿足 巧克力盛代 Chocolatier Palais d'Or 位於東京車站新晚之類大樓裡的甜點百名店 Chocolatier Palais d'Or 我只能說真的很fancy 這家店是以巧克力聞名 從煎培可可豆開始到成型都是全手工製造 這種製作方式又稱為Bin to Bar 包伯點的2000多塊的盛代就使用了大量的巧克力 配上牛奶巧克力的雙麒麟以及酸酸甜甜的草莓 吃起來非常的濃郁 但草莓的酸味讓盛代吃起來不會太膩 但熱量應該超高 但難得來的甜點王國東京 吃點這種最惡感十足的百名店甜點應該說得過去 反正攝取的熱量不會留在肚子上 會留在東京吧 介紹完西式的甜點我們就直接加碼介紹日式的甜點吧 甜點百名店是日式剉冰的大人氣名店 夏天的時候真的排隊到風 但為了瞧瞧們 包伯早上8點多對來排隊了 包伯在別的影片中有說過 日本好的剉冰就是利用好的天然冰 這家店使用來自於日光的米茲諾薄西天然冰 非常的好入口 包伯點的草莓冰的果醬也是自家製的 另外為了不浪費食物 店家來提供吸管讓大家喝冰還蠻貼心的 所以大家提這家店是用手動幫客人剉冰的喔 看起來很累 這家製是陽食百名店最厲害的菜單就是蛋包飯 也是包伯人生吃過最好吃的蛋包飯 包伯點是價位稍微有點高的 2500塊之筆的蛋包牛肉烏飯 但吃起來非常非常的絲滑 加上番茄醬炒過的白飯 以及濃厚的烏飯醬汁 吃起來十分的具有層次感 另外牛肉也蹲得十分入味 入口即化 另外加點了一個起司炸肉餅 外脆的酥皮加上juicy的肉餅 配上濃厚的起司 好好吃啊 這家燒牛百名店已藏在麻布石斑的小巷子內 地點非常的隱密 店裡的氣氛也不賴 但是當天人有點太多所以不好拍店面 這家店的預算大概在5000-6000日幣上下 每一串串燒都只能一串一串在備場碳上細心的烤得出來的 然後使用的機油是來自於三離線的夾斐性選機 口感軟嫩而且腥味較少 另外為了確保雞肉的新鮮 雞肉在屠宰後的8個小時就會送到店裡面做料理 難怪那麼好吃 除了雞肉串燒以外 這家店還有包含烤飯糰的30-40種以上的其他料理 大家可以吃一輪 烏龍麵 東京雖然不是烏龍麵的黃金區域 鄉川縣才是 之前包含在高松也吃到生命中第一名的烏龍麵 但美食大龍乳東京還是有好吃的烏龍百名店 這家站著吃歐尼亞馬站起烏龍麵無法填本店 站位不到10個位置 總是大排長龍 包含點的大約600日幣的肉烏龍麵 加上炸蝦真的很便宜 烏龍麵的口感超級有嚼勁彈牙 配上醬汁吃起來真的非常的清爽 很適合夏天當早餐吃 是的 這家店早上7點就開了 所以的確是一個吃早餐的非常好的選擇 不太想排隊的話 新起來也有一家分店 店內站位比較多 也一樣好吃 披薩聖林館 這邊再提醒大家一下 介紹披薩是因為這是百名店的其中一個分類 總之來日本試試看他們的異國料理有所也是蠻有趣的 每天吃日本料理可能也會有點小膩 這家店的披薩是拿破裏Style的披薩 而且只有Margarita跟Marinada兩種披薩可以選擇 因為店長努力將這兩種披薩做到最完美 所以只推出兩種 這個職人精神十分令人敬佩 烤得微焦的品皮 外酥內軟 越帶一點嚼勁 配上清爽的番茄及羅勒 還有不多不少剛剛好的Motorella起司 單純但美味程度不簡單 在東京你可以嘗到各種咖哩 歐風咖哩 印度咖哩 泰式咖哩 湯咖哩 百名店有披薩的咖哩我真的說不出來是怎麼樣的分類 鮑伯點了菠菜七肉咖哩加上濃濃的起司 1100塊日幣 咖哩非常的濃厚但不會重口味 有點像在喝非常濃稠的濃湯的感覺 很下飯 烤雞也烤得很棒 帶有點淡淡的蒜香 跟咖哩的味道也蠻搭的 另外店裡的裝潢蠻溫清的 Bobbo去的時候發現很多時尚的人坐在旁邊 畢竟這裡以元素不遠 並木守蕎麥 這家百名店中的名店開店已經超過100年了 店內裝潢簡單 但不失典雅 Bobbo點的天賦羅蕎麥1700日幣 算是一個蠻合理的價位 這家店的店名的首字 代表這是東京江戶的首系蕎麥 蕎麥本身細細咀嚼後 帶有點淡淡的香味 配上稍微有點刺激感的沾醬 有種獨特的感覺 炸得金黃酥脆的天賦羅也非常好吃 不要忘了在剩下的醬汁加上一點蕎麥湯做結尾 簡簡單單的料理 但可以體會到十足的精緻感覺 麵包店帕拉江古田 這家位在於住宅區 跟旁邊民宅融合在一起的麵包百名店 是東京麵包店集區有人氣的一家店 店內有種氣氛很好的小酒館的感覺 可以讓你安靜的在店裡坐個一陣子 遠離繁忙的東京生活 Bobbo點的 Special麵包Set 1190日幣 可以讓你一次吃到操作不同種類的麵包 還附了沙拉跟飲料 這家店的麵包是使用全麥麵粉製作 然後麵包的口感屬於偏硬 不要看每個麵包都長得一樣 有些有加堅果、培根、藍莓等等的 然後你可以加Ricotta Cheese、橄欖油 或奶油讓每一口吃起來都有獨特感 麵包愛好者不要錯過 餃子天龍 台灣鍋貼水餃很猛 但有機會試試看日本的餃子也不賴吧 這家位於銀座的餃子百明店做餃子已經超過70年歷史了 使用上等的豬豚肉 以及每日產店直送的新鮮白菜還有蔥 利用偏厚的餃子皮讓肉汁不流失 所以咬一口馬上就可以讓肉汁宇宙大爆發 除了餃子以外 這家店還有其他的中華料理菜單 多一點人來的話可以一起點來分享 以上就是這次東京16家百明店的介紹啦 還是一句老話 用戶挑選出來的百明店應該會接聽日本大眾喜歡的口味 但不一定會合你的胃口 比方說東京家有拉麵的百明點很多 但湯頭過癡並不一定符合台灣的胃口 所以大家看完包裹介紹還是可以斟酌一下 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哦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